我記得秋刀魚全身都可以吃的啊 恭喜你答 對啦 哪一條魚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啊 魚不都是這樣會吃 沒有很多內張不能吃 下一題 請問 秋刀魚呢 富含能潤滑腸道的魚油 最適合便秘者吃 對或錯請小答 邁大哥 對 確定 對 恭喜你答 對啦 哇 目前雅倫沒有得分喔 真的嗎 我也吃詹姆老師的料理 我拚了命要炸魚 是 按鈴按那麼快 好 下一題 請問 購買秋刀魚的時候 若魚腹魂圓突出表示內臟已經破裂不新鮮了 對或錯請小答 好 確定 恭喜你答 對啦 是 我有去買過秋刀魚 好 下一題 請問 烹調秋刀魚的時候 最好先在魚身畫刀幫助快速入味 對或錯請搶答 最後姐 不用吧 確定 對 恭喜你 答 對了 最後一題囉 真的我在除敗 有有有 這是他最會的題目 好 請問 秋刀魚的油脂豐富 最好用大火燒烤才能鎖住 豐厚的魚油 等等 麥大哥等我 好 對或錯請搶答 有了 確定 對 恭喜你 答 對了 完蛋了 好 是本來宣布一下這個階段成績是多少 他都可以吃 他都可以吃 三位都是平手都是兩分 都可以吃 對不對都可以吃 所以三位要 三位要先都數罰做菜 待會兒都可以吃 是 因為有親家做好一盒 都吃菜 還好 下面的小麥茲 還好啦 還不錯吃啊 可是你們果汁雞可以買好一點嗎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菜啊 包餃子很好吃 可是這樣喝又怪 好賴耶 一口就好了 一口就好了 不用喝那麼多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秋刀魚的營養題 跟料理題 秋刀魚內臟有細菌 食用使得要注意處理乾淨 以免腸道感染 這個愛吃秋刀魚都知道 秋刀魚的內臟是可以吃的 對 可是為什麼呢 那麼多魚都不行 為什麼它就可以 它本身是個小型魚 那小型魚 它如果是吃這種海藻的話呢 它的這個 腸道的這個 乾淨 就很乾淨 所以它草食性的東西 就比較沒有問題 草食性的魚 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是 它是中型魚 吃了小型魚的話 那就不行了 那就會有細菌 對 是 那 秋刀魚內臟千萬不能丟 千萬不能丟 很癢嗎 因為這個喔 在日本人講這個叫大人的味道 就是 就是 小孩子吃會覺得 怎麼那麼酷酷 當有一些你突然長大了之後 你一直吃你發現 哇這怎麼這麼迷人 所以它加一點點這個 油波泥 加一點點醬油 然後秋秋的內臟這樣滑起來 要一直吃 喔 喔 真短了 真短了 就像人生的一個乾苦一樣 真的 待會我們吃得到嗎 待會我們會把內臟取出來 再把它熬進去 是 不過怕真的 所以它的內臟應該有營養嗎 有的 因為它這個吃 剛剛我講過 它吃了非常多海藻 所以它內臟裡面有非常多的 維生素跟鈣質 對 鈣質 鈣質 也很多 它內臟裡面當然包含了魚乾 像魚乾油 那裡面的油脂應該是很棒的 對 那魚乾的話就是 維生素E 維生素A 都很多 對 好 再來秋大魚的 架無重金屬累積 魚頭 魚眼窩 都能一起食用 難是對的 潘老師 因為它是體型小 對不對 它因為它是這樣 除了剛剛我講說 它體型小吃海藻 那所以因此它內臟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 長東西之外 另外就是它因為體型小 它沒有吃一些小魚 中魚 大魚 所以它的重金屬累積很少 一般來講 我們的那個大型魚 比如說像鯊魚 它重金屬累積 或者環境合謀的 都是 累積在這個頭部 跟眼窩的位置 所以是用這種大型魚的魚頭 反而不能吃 再來秋大魚富含這個 潤滑腸道的魚油 最適合便秘者使用 是對的 應該魚類都是吧 不對 我們的這個便秘者 等交流 足腳步 這麼多的 那些魚兒 最適合 四個行李 每次保護 都是 不停的 都不是 一陣子 也 放棄 我們 我們 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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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